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吴,欢迎回到东方托邦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起案件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一直占据美国新闻的头版头条 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旅行网红Gaby Petito 和男友在进行环美房车旅行途中离奇失踪 男友独自一人开车回到了家中 却始终对外保持沉默 警方在经过数周的搜索后 最终发现了Gaby的遗体 正当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Gaby的男友时 男友离家出走了 几周后也被发现沉湿荒野 这起案件目前还是进行时 包含的细节非常的多 案情错综复杂 我会分两期来跟大家讲解 视频的制作需要时间 如果在此期间案情有重大进展 我会把更新信息放在留言区置顶的 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Gaby遇害案 Gaby Petito never goes outside 主人公Gaby Petito 年幼时父母离异并没有对Gaby的性格和成长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 Gaby的继父和继母都把Gaby视如己出 Gaby也因此和家人的关系非常的亲近 被爱包围着长大的Gaby开朗乐观 喜欢冒险热爱大自然 高中时期Gaby认识了布莱恩劳德里 不过当时两人并没有开始交往 高中毕业几年后 Gaby和布莱恩重新频繁联系起来 2019年3月 两人第一次约会 并且确立了情侣关系 Gaby和布莱恩有很多共同之处 比如说布莱恩也崇尚大自然 是个环保主义者 极简主义者 平时最喜欢徒步旅行 开始交往之后 他们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野营 彼此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2020年7月初 布莱恩向Gaby求婚了 随后在Instagram上 贴出了两人的订婚照片 说道 和你相遇后的每一秒钟 我都好担心 这一切只是在做梦 唯有死亡能把我们分开 你能答应嫁给我 真的是太好了 Gaby也在自己的Instagram上 贴出了两人第一次约会时 吃寿司的照片 并且说道 布莱恩向我求婚了 我答应了 布莱恩的父母 克里斯和罗伯塔 都非常喜欢贾比 在两人订婚后 克里斯和罗伯塔 甚至邀请贾比 来到普罗里达州 北港和他们一起居住 贾比也非常喜欢北港 那里有阳光沙滩 和美不胜收的国家公园 直到案发之前 贾比和布莱恩一家人的相处 都非常的愉快 虽然已经订婚 但是布莱恩和贾比 都还年轻 在两人正式举行婚礼之前 他们想要完成一直以来的梦想 一次完美房车旅行 2020年12月 他们买下了一辆白色福特 全顺面包车 改造成了小型房车 布莱恩在他的Instagram上 兴奋的发文说道 房车上的小花园 新车代表着新旅程的开始 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贾比和布莱恩的旅行计划 一再搁置 时间来到了2021年 2021年3月 他们去了乔治亚州 著名的阿帕拉契步行道 进行徒步旅行 庆祝贾比的22岁生日 6月他们开着房车 来到了纽约长岛 看望贾比的父母 参加贾比弟弟TJ的高中毕业典礼 此后他们决定从纽约开始 依次打卡坎萨斯州 克罗拉多州 犹他州 怀俄明州 最后一站将拜访一位居住在俄勒冈州 波特兰的朋友 整趟旅程计划耗时4个月 2021年7月2日 贾比和布莱恩怀着激动的心情出发了 此前贾比是一位营养师 在决定进行全美房车旅行之后 贾比辞去了工作 决定之后成为一名全职的旅游博主 之前通过分享日常生活照片 贾比在Instagram上就已经积累了10万的粉丝 他创建了一个名为Nomadic Static的网站 和同名的YouTube频道 试图通过照片和视频的形式 记录下来旅行途中的点点滴滴 近些年来不少房车旅行博主 以惊人的速度窜红 沿途的美景 博主说走就走的勇气 以及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 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好奇心 对于博主来说 一边旅行一边把钱挣了 这乍听之下 真的是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工作之一了 在贾比和布莱恩出发之际 接到了父亲约瑟夫的电话 说打算和贾比的继母塔拉 也搬去普罗里达州 这样可以离贾比近一些 也方便之后和布莱恩家 商量他们的婚礼事宜 贾比和父亲的感情很好 这个消息无疑让贾比欣喜若狂 只是让约瑟夫没有想到的是 女儿最终没能从这趟旅途中回来 7月5日 他们从纽约一路驱车 来到了坎萨斯州纪念碑炎 7月8日 达卡科罗拉多泉 7月10日 他们来到了科罗拉多州 大沙丘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晚上 之后驱车前往下一站 犹他州西安国家公园 7月16日到7月18日 他们在西安国家公园 露营了三个晚上 白天徒步旅行 探索公园的美景 晚上则享受野外独有的宁静 7月21日 来到了犹他州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7月26日 加比上传了他在犹他州 门罗神秘温泉的照片 7月29日 他们移动到了下一站 犹他州峡谷地国家公园 在离开那里之后 加比和布莱恩 整整12天都没有在社交媒体上 更新任何的动态 没有人知道这12天里 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也许他们只是想短暂地休息一下 也许他们所处的地点 并没有网络信号 8月12日 当加比再次在instagram上 上传照片时 他们已经来到了犹他州 拱门国家公园 从7月4日到8月中旬的 短短一个半月期间 加比和布莱恩游历了 8个美国国家公园和景点 在instagram上分享沿途的美景 让加比迅速涨粉过百万 不少网友表示 他们就像是小说里的 梦幻情侣一样 经历着毕生难忘的旅行 8月19日 加比在instagram上 上传了他们房车的照片 但与其他照片不同的是 这张照片没有定位信息 同一天 加比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 上传了第一支vlog影片 也是频道里的唯一一支影片 8月25日 加比最后一次 在instagram上发帖 手中捧着一个可爱的小南瓜 复文写道 万圣节快乐 和19号的贴文一样 这次发帖也没有定位信息 所以发帖当时 加比和布莱恩究竟在哪里 我们无从得知 第二天8月26日 加比的母亲 妮可收到了加比的信息 说他们打算前往 怀俄明州的大提顿国家公园 8月30日 是加比和家人的最后一次短信联系 他说到 优胜美帝没有信号 他们尝试给布莱恩的父母打电话 想要询问他们 有没有两个孩子的消息 结果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从8月31日到9月11日 加比的家人 给加比和布莱恩打了无数通电话 发去了无数条短信 但依然都无法联系到他们 9月11日晚上6点55分 加比的母亲妮可正式向警方申报了失踪 然而此时让妮可 万万没有想到的一幕出现了 警方调查后得知 布莱恩在9月1日就开着房车 回到了他父母位于佛罗里达州北港的家中 可是加比却没有跟着一起回来 就在加比的父母满世界找他的时候 布莱恩一家却选择了三间齐口 在案发之前 加比一直和布莱恩一家生活在一起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一起出去旅行的 现在只有一个人回来了 难道布莱恩的父母都不好奇 加比究竟去了哪里吗 由于加比失踪的具体地点无法确定 可能是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州 FBI很快介入了案件的调查 他们尝试联系布莱恩想要获得更多加比失踪之前的消息 可是布莱恩却拒绝了警方的问讯要求 他们一家雇佣了律师 律师代表他们发布声明说 在此类案件中失踪者的另一半总是引起高度的关注 布莱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曲解 最后用来指控他 就这样布莱恩拒绝和加比的家人联系 更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 布莱恩很有可能是加比失踪前最后见到他的人 也是承诺和加比共度余生的人 加比的父母被布莱恩一家人如此不配合的态度给震惊了 最终只能通过媒体请求他们协助调查 我们写这个信息 请请你帮助我们找到我们的儿子 我们明白你会过过一段时间的困难 和你的意志是强烈的保护你的儿子 我们请你放自己在我们的衣服 我们没有能够睡或吃 我们的生命都会掉下来 我们相信你知名的位置 FBI派人24小时在布莱恩家门口蹲点 与此同时不少民众也自发型的组织了示威活动 要求布莱恩说出他为什么丢下加比就自己回来了 社交媒体上加比和布莱恩表现的非常的恩爱 就像梦幻情侣一般 但不得不说这也许只是他们想要展示给大家的样子 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2021年8月12日 犹他州磨牙市的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一名男子声称他在路上看到了一对情侣正在激烈的争吵 其中男方在删女方的耳光 顺着线索警方很快找到了这对情侣 他们正是加比和布莱恩 当时布莱恩正在超速驾驶并且撞到了路边的道牙 警方很快蓝停了他们 执法录像中显示坐在副驾驶的加比一直在哭泣 警方问加比为什么哭 加比解释说只是他们之间的一些个人问题 紧接着布莱恩道歉说他不应该超速驾驶 也不应该撞上路边的道牙 还没等布莱恩说完 加比就强话说道是他的错 是他让布莱恩分神了 警方让加比下车尝试安抚他 但是在整个执法过程中 加比都一直在哭泣 完全没有办法冷静下来 他情绪崩溃地诉说着 他有严重的强迫症 无法控制地一直整理和打扫他们的房车 再加上最近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有时候情绪很不好 我 х 加比说他最近总是情绪崩溃 是因为他刚刚开始创业 尝试制作自己的旅行网站 可是布莱恩总是说一些打击他的话 这让他倍感压力 当天早上他们再次发生了争执 布莱恩甚至跟加比说 不让他上车 他应该走一走冷静一下 由于马路上的温度太高 加比又一直在哭泣 警方让加比坐上了警车的后座 然后过去对布莱恩例行问话 这时警方注意到了布莱恩脖子上 胳膊上和脸上的刮声 布莱恩说是加比拿手机砸到了他 还尝试夺走车钥匙 才造成了他身上的这些伤 无奈之下布莱恩推了加比一下 警方又回到警车向加比核实 此时警方也注意到了加比脸上的刮伤 以及胳膊上的瘀青 加比一开始非常的犹豫 后来在警方的一再追问下 他嘟嘟当当的说道 是布莱恩用背包砸到了他 警方问加比布莱恩有没有打他 因为有两名目击者 都看到布莱恩对加比动手 此时加比拦下了所有的责任说 是他先对布莱恩动手的 他删了布莱恩好几巴掌 布莱恩试图阻止他 这才掐住了他的脸 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就被换了 他就在前面的车 他的车车转到他的车车转到他 他还在后面的车转我 所以他把他换了你 他叫他他吗? 他说他换了他 他就说他换了你 他就是说他换了你 那就是变换了你 我坦率的确实 我真的遇到他一人 他的车转他 我懦了他 他换了他 我换了他 你换了他 但他换了他 然后他换了他 他换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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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换了他 Lun Sang 打探索了 I could've just hit him He just grabbed you? Did he hit you though? I mean it's okay you're saying you hit him I understand if he hit you but we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f he actually hit you I guess I guess I hit him first Where did he hit you? Don't worry just be honest He like grabbed my face I guess He didn't like hit me in the face He didn't like punch me in the face or anything Did he slap your face or what? Well like, he like grabbed me 在整个执法过程中 布莱恩表现得非常有礼貌 一直在微笑 很配合 但反观加比 情绪崩溃 一直在哭泣 而且不断地把责任 往自己身上来 虽然说两个人身上 都有明显的伤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警方把布莱恩 当作了这起家暴事件中的 主要受害者 而加比则成为了 更具有攻击性的那一方 另外布莱恩还提到说 他撞到路边 是因为当时加比 坐在副驾驶 夺走了方向盘 但是加比否认了这种说法 他说是因为在开车途中 他打了布莱恩一拳 才导致布莱恩撞到了路边 这个时候亮点来了 两位警员讨讨论之后说 布莱恩在撞车问题上撒谎 是因为他想要保护加比 不想让加比在家暴的问题上被捕 可是在我看来 就是加比一直在极力保护 布莱恩不愿意说出实情 另外加比还提到说 他和布莱恩都有非常严重的焦虑症 警方问加比有没有用药 要确认这起家暴事件 是不是由于药物引起的 加比说他没有吃药 只是在做一些帮助舒缓情绪的瑜伽 可是从头到尾 警方都没有问到布莱恩的用药情况 在整个沟通过程中 加比多次被警方称为主要施暴者 警方还不断地为布莱恩辩护 说没有目击者看到布莱恩 非常大力地锤打加比 布莱恩只是推了他 不想让他上车 想让两个人暂时分开冷静一下 目的并不是想要攻击他 可是等一下 911报警电话中的目击者 明明说他看到布莱恩 正在删加比的耳光 而且事后我们才知道 房车是加比出资买的 也是登记在加比名下的 这辆车就是属于加比的 布莱恩有什么资格不让他上车 在整个执法过程中 警方根本就没有询问 这辆车究竟是谁的 理所应当地认为 车辆就是属于布莱恩的 随后警方告诉两人 加比作为家庭暴力案件的 主要施暴者随后需要出庭 今晚他们将被强制分开一晚 此时加比不担心自己被指控 反而表现出来了 强烈的分离焦虑 他说他和布莱恩是一个team 分开只会让他更加焦虑 I don't want to be separated You're going to have anxiety? Yeah, no we're a team please There's no us? What is it? No, we're a team please It's going to give me so much anxiety Can we just have a driving ticket? The very best thing I can do is call my supervisor And see if I'm missing something here I'll pay any driving ticket or parking ticket Anything Gabby If that'd be better I'm sorry Try to calm down And I'm going to go call a supervisor But I don't think that there's much I can do But let me see if the supervisor Can tell me something I'm missing To make this not happen I can't feel alone And I can't I can't handle that I'm sorry 在商议过后 警方决定不起诉加比 但还是让他们分开一晚 布莱恩作为这起案件中的受害者 将会在警方安排的酒店里度过一晚 而加比则留在他们的房车中 在整个执法录像中 加比多次被称为主要施暴者 即使是他的脸上和身上也有明显的伤痕 这在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很多相关人士都说 录像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 加比才更像是受到威胁的受害者 说他在刺激她 所以两个专业警察说他在刺激 我们看了这些警察的朋友 我看了这些警察 我看了这些女孩被恐怕了 这是一个经典的犯罪 他被恐怕了她 不是告诉警察 他在刺激她 他在刺激和刺激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家暴发生的日期是8月12日 正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消失了一段时间 又再次出现的日子 而这次的争吵和此前他们的消失 有没有关系也没人知道 9月15日 在加比被申报失踪的4天后 布莱恩被警方列为了person of interest 字面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案件的厉害关系人 这和案件的嫌疑人还有所不同 警方在找到确实的证据之前 是无法逮捕厉害关系人的 由于加比和布莱恩在网络上的影响力 这些案件迅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不少Instagrammer YouTuber和TikTok的创作者 都在利用自身的影响力 提供破案的蛛丝马迹 就在全世界都寻找加比的时候 9月17日案件出现了一个反转 布莱恩的父母主动联系了FBI 说布莱恩也失踪了 他们起初说 最后一次见到布莱恩的时间是9月14日 然后又改口说是9月13日 难道说你们连最后一次 见到自己儿子的日期都拿不准吗 布莱恩的父母说 布莱恩执意要去一家 大约13英里的卡尔顿自然保护区徒步 他们拦都拦不住 令人费解的一点是 布莱恩家门口一直都有FBI探员蹲点 他是如何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 离开家呢呢 前美国司法警察 莱尼·德保罗犀利的指出 布莱恩的出逃 就是在告诉全世界 他和加比的失踪案脱不了干系 9月19日 一个名为Red White Pursuit的YouTube频道 上传了一支影片 对警方寻找加比的下落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一个房车旅行频道 由简和凯尔夫妇俩一起经营 他们带着三个孩子 分享一家人在路上的生活 8月27日 他们开车来到了 华尔明州大提顿国家公园 在一个偏僻的小路旁 看到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一开始这辆面包车 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直到几周后的9月19日 他们在剪辑影片的时候 才惊讶地发现 这辆车竟然和警方公布的 加比的房车一模一样 而且大提顿国家公园 也是加比在失踪前 跟母亲发信息说到了 他们将要去的下一个目的地 影片上传后 眼尖的网友们注意到 面包车的后方有一只拖鞋 和执法录像中 加比所穿的拖鞋很像 还有人说 他们在面包车旁边的空地上 看到了一个人影 怀疑是布莱恩在掩埋尸体 另外影片中还有一个细节是 一开始面包车 有一扇后门是开着的 可是当镜头慢慢走进后 门关上了 也就是说 在影片拍摄当时 面包车上可能是有人的 这支影片迅速席卷了网络 9月19日 警方顺着影片的线索 在大提顿国家公园附近 发现了一具人体遗骸 经核时 遗骸就是加比佩提托 事件结果显示 加比的死因是窒息而亡 而且凶手是徒手勒死了加比 死亡时间 大约是警方发现遗骸的 三到四周之前 也就是八月底左右 加比被证实死亡之后 最初处理加比和布莱安家暴事件的警员 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指责 最为讽刺的是 在执法录像中 一位警员说道 在很多家暴案件中 女性不愿意她们的配偶得到惩处 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她们配偶的身边 只希望她们能够停止暴力 可是这样做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最终的结果就是女性被残忍的杀害 警方在明知道 女性在家暴案件中的被动处境的同时 还将加比称为是主要施暴者 这让无数网友感到愤怒 目前摩押市警察局长布莱特 已经申请了休假 加比的母亲说 她根本无法完整地看完执法录像 她说只想冲进荧幕里 把女儿给救出来 杀害加比的真凶究竟是谁 加比全民通缉的未婚夫布莱恩 又是如何被确认死亡的 更多细节我们下期揭秘 今天就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